大家好,今天咱们来修一个华硕的ROG败家之眼 这个电脑有点厉害,13代i9处理器 按理来说这个电脑应该还在保修的才对 那怎么会来我这呢 主要是这个机组不小心洒了点水上去 然后就开不了机了 它自己也送到售后去检测过了 被告知是主板问题 然后如果要换主板的话 大概将近一万块钱 但是这个电脑买来才一万二呀 这个价格确实有点不划算啊 因为你就算换好了拿去卖二手 可能都卖不到一个华硕原装主板的价格 排线这边有点发霉了 看着手指上已经是黑黑的了 确实是进水啊 这一面我大致看了一下 好像只发现排线上面有点发霉 那我们把主板翻过来看看另外一面 这一面还算干净 翻到背面的时候 我的个乖乖 这进水面积之广啊 这一块全部腐蚀了 最严重的是这一部分 这滑硕 它也不寻思整个贴纸 把主板全部给盖住 这一部分发霉有点严重 很明显的进水 像这种情况 售后是百分百聚保的 进水不属于保修条例之类啊 除非你买了意外险 这个CPU还是液晶上热 那么修之前呢 我们先测一下有没有短路 对主板的各个电杆来排查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的点 这一面倒还好 这一面我找了一下 没有发现腐蚀的地方 水应该是从键盘上面洒上去的 我大致一圈测了下来 都没有短路 那运气还算不错 没有烧东西 那可以先试着修一下 应该就只是背面 那个芯片那附近发霉了而已 修之前呢 咱们先把液晶给清理干净 不然的话液晶糊在上面 主板可不敢放来覆去啊 先送去水洗 先把背面这些发霉的点 全部给洗干净 洗完之后再好好地把它烘干 包括EC这边也有点氧化了 OK 烤箱里端出来了 现在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主板 除了一些电容 一些电阻引脚发黑之外呢 基本上也看不到氧化痕迹了 很干净 是不是 现在这个状态 如果送去售后的话 每种运气好的话还能保修哦 当时这一台已经没机会了 因为它之前去过时候 序列号已经被记录在岸了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铃铛 那我先修一下吧 这款电脑还是带光杆的嘞 开盖自动断电 可惜啊 光杆没有水杆好用啊 你说有什么电脑是水杆的吗 一进水主动断电 应该没有 先看一下之前腐蚀严重的地方吧 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公共点这里了 这个芯片呢 是广当的充放电和公共点产生的 EC这边倒还好 有几个角发黑 给它刮开就可以了 这一块 也给它重点检查一下 这一块之前腐蚀的很严重啊 上连汉油 把这些个元气线全部拆下来检查一遍 进水嘛 最容易坏的就是这些电阻电容咯 银角腐蚀啊 焊盘发霉啊 或者是这些断线之类的 都有可能发生 比如说这个二级光 可以感觉到它的银角明显发黑了 但是拆下来焊盘还算完整 包括这些电容 检查一下焊盘 焊盘没问题 然后再测一下阻值 没问题的话那就没事 这个芯片呢 之前发霉也很严重 这个芯片的银角好像还断线了 这一块已经没掉了 就剩一点了 给它刮开 重新上一道锡 然后再把这些元气线全部都装回去 这个板子有好几处腐蚀的地方 我们全部按这个方法都给处理一遍 清理干净焊油 再来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这边呢 刚刚还发现有几个电阻组织也不对 也把这些电阻全部给换掉 这种进水 只要是接高压的电阻都很容易出问题 EC附近也都检查了一遍 这些电阻都OK啊 EC呢 也给它加焊一下 现在呢 咱们可以上电来看看了 插电有0.01的带机电流 看样子还可以啊 供电已经正常产生 保护隔离管呢 也有深压 两个隔离管也可以正常导通了 点下开关 漂亮啊 上电电流跑得非常荒快 直接跑到两 这个电流我感觉应该是已经开机了 下面我可以装机来试试了 之前呢 咱们也发现这个排线引脚也有点腐蚀啊 但是还没断线 这种呢 只需要拿刀片给它刮开 刮干净就可以继续用了 简单拼了一下 先看一下能不能显示吧 看电流呢跑码很荒快啊 开机 跑码了 跑码了 键盘灯也亮了 第一次开机呢 可能会等比较久一些 大概一分钟左右 终于可以看到贝家之眼logo了 换原装主板 要将近一万块 你说我这修板 应该收多少合适呢 试了一下键盘 大部分都能用 具体的还是要进系统测试 因为进水的话是很容易坏键盘的 键盘充满都没啥毛病 好 咱们把它整机全部装好 电池呢 也都接上了 三个风扇全部装好 刚装起来 你第一次开机 是按电源没有反应的 不通电 这是为什么呢 测款电脑带光港 它此时电池还是断开的状态 你需要先把电源给接上 然后再按开关开机 这样的话就可以开了 开起来之后呢 你把电源拔掉 电池也可以给它供电了 在光港的华硕笔记本 是这种设计的 它就是这样设计的 因为之间经常有人问我 自己给电脑清灰 清完之后发现按开关没反应了 还以为是电脑坏了呢 我一问型号 我说你把电源给插上 哦 好了 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也犯迷糊了 最后是恍然大悟 装了一旁 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了 OK 咱们进桌面来看看 一万多的电脑 质感确实不错啊 还带灯的呢 我试了一下键盘 运气还好 键盘没换 各个按键都可以用 在电脑运气确实不错 进水这么严重 当时主要部件没有损坏 是i913代的处理器 RTX4070的显卡 CPU与显卡都没有报错 跑了一段时间的测试啊 显卡烤机也都可以 温度还不错 虽然说液晶被换掉了 但是散热效果也还可以 不知道会不会是我选择性记忆了呢 我怎么感觉 最近修到的好几台进水机 都是这种滑入比较高端的电脑啊 不是ROG就是新款的天选 大部分都是40系列的显卡 好几台了这个月 起码有五六台了 这也是一台ROG啊 但不是同款 半杯泡面倒了上去 当时场面相当壮观 电脑瞬间黑屏冒烟 拆开一看 那腐蚀的是相当严重啊 随手一测 CPU显卡双双短路 那这也没必要修了呀 三大件都坏完了还修啥呢 这种情况去售后是指定聚宝的 最后还是想办法 把它换了全新的主板 还有全新的键盘 它这两个已经全部报废了 虽然比华硕小一万的报价便宜 当然是也损失厂重啊 这都够吃 起码够吃三四年的泡面了 所以大家吃喝拉撒的时候 一定要离电脑原点好吗 对电脑真的很不友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